老師出席的 17 個人同意 對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 本案同意指定委員之家 適定不及 我是不是 下一案 也謝謝大家的出席 謝謝 審議案2 中正區七星治癒所 先立法任基島二管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 、18 條 補給指定及廢紙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本案地址為中正區青島動物10號 坐落土地為中正區成功段三小段79之二底號 建物為同小段424之二字檢考 本案建物為本局自行複雜列策建物 本局委託辦理建制台北市文資保存中心提台案 建議進入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本局遂秉職權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109 年9 月15 日邀吉米委員 復國等 五位委員召開中正區七星駿 憲立法院青島二管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 結論略移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本專案小組意見後續提送本府文資會參考 三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栽要如下 一 本建築為日治時期大正九年 地方行政制度改正 台北周夏至七星駿 駿易所完工與昭和二年 為台北駿易所重要歷史建政 二 原建築為RC結構 二 中央雙層 兩億單層 層L型 屋頂為平頂 正立面貼白色磁磚 主入口開一大型圓狗門 狗門上方三座堅狗窗 上置圓花窗 為整棟建築最精雕細酌部分 三 原建築右翼雖已採除 且左翼增建二樓 但日治時期原有構造上存 四 建築原為親府會採測後 玻璃法院使用 作為第二會議室之用 其他圖中資料 一 109 年 9 月 15 日專案小組會談照片 二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這是本案地極圖 匡線為建築坐落土地 中正區成功段 三小段 79 至 21 號 建築照片 建物立面現況照及日治時期照片 建物外觀照片 建物一樓室內照片 建物二樓室內照片 範圍示意圖 紅色虛線為定卓土地範圍 藍色實現是歷史建築本體 不含左翼二樓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一 基本資料請委員參與 二 價值分析 本局於 109 年 9 月 15 日 登入為文化資產 未來由所有人管理維護 四 登入範圍之影響評估 一 本案建物物請為半溝廳設使用 唐登入為文化資產 不影響該使用功能 或需建築本體唐涉及修復或再利用事項 須以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提送計畫與文化局審查 二 本案堂登入為文化資產 經歷周邊相關移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且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二條之範圍條件者 須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 你辦 一 你請同意登入中正區七星居易所為歷史建築 名稱原七星居易所 總類 辦公廳設定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10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做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七星居易所日治時期構造範圍 建物為中正區成功段三小段424建號 建物總面積為673.87平方公尺 建物坐落土地為中正區成功段三小段792地號 1129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入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日治時期大正九年地方行政制度改正 台北州下至七星居 居易所完工與昭和二年為台北居易所重要歷史建政 2建築為鋼筋混凝土構造 入口為一大型圓狗門 狗門上方三座建構窗上至圓花窗 呈現現代風格之簡潔設計 3原建物右翼雖已拆除且左翼增建二樓 但日治時期原有構造上存 可見證七星居易所當時聽設風貌 4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入廢紙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第三環登入基準 本案提起委門審議會審議B1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我們立法院是不是有代表我們出席 是不是要做一下所有的合法 各位好 這邊立法院代表說明 原則上我們立法院這邊是配合尊重各位的決議 那我們是針對我們這個案子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好 下一頁 那我們這棟青島熱管的話是做為我們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組號 那建築物是日治時期的七星金屬所拼設 那歷史以台北州地方 那當時是重要的一個城鎮道 那剛才有一些建築的特色 我們那個比較有說明到就不再對數 那本身這個建築本體 目前就是由我們那個青島東路面對這個正面的話 它的左側已經拆除 現在是我們的位置做一個大樓 然後右側的話是目前是有改建成一個二樓一個 一個剛主的一個構造 好 下一頁 那我們這棟建築的話 經過我們那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9年9月15日有召開一個會議 那認定它出乎具有那個文資價值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有參與這個會議來進行審議 我們下一頁 那我們這個建築它是坐落於台北市中正區 前方段 三小段 79-2的地號 那面積是129的5公尺 那建號是台北市中正區 前方三小段 424建號 那總面積是673.87萬公尺 好 下一頁 那土地全屬的話 這是國有土地 那這屬於我們的機關用地 就是這個環境 好 下一頁 那目前我們這棟金島二管是 就是民國101年 它原來是我們的行政院經國外的一個用地 那經過用 為我們立法院那個國外辦公室的使用 那目前有六間 就是六個委員辦公室是在我們這棟建築物裡面 目前還有它在當作國外辦公室使用 然後下一頁 那這張圖是我們整個院區的一個建築物 那我們的行政大樓這個L型的不含空樓 那麼自行的 在106年也是經我們主持會指定為武器 那後面這棟建築物廠是在106年 被登入為歷史進入 那左右車這些建築還有後面這棟建築物 所以說可能目前那是我們院區的整個建築物 那原則上我們立院是尊重各位委員的舉例 那我們是也是在審議 說明說我們目前建築物 如果登入為歷史建築物的話 大概就是會影響到我們整個一個發展 然後再來就是說 目前這棟建築物是我們國外辦公室為真實 那如果是遇到緊急修後的話 是因為武漢人士把一個整理 那可能會影響到我們那個修善 那會影響到我們的努力效益 以上是我們給大家報告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有各位 是不是離家裡有到還是公所這邊 公所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我們目前公所的話沒有建議 就是依照委員的案例 好 謝謝 那這個案子有沒有其他 委員或老師 請問 來 薛老師 來 這是在這個禮拜的 第二月 甭祖琳 這不是原人 這個叫狗門也可以 被殺生狗門 或者 這個真正名稱叫三千狗 因為它有三個原心 一叫三千 三千 三千 圓滑船 圓滑船 它不算滑船 樓空 它有一個 樓空的船 就是 它是 很難做 有三個字 到這上面的下 又待會注意一下上次樓空窗 然後入口而已 圓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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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各位老師還沒有什麼其他人 都叫我提供 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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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沒有我們是不是也 來進行投票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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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立法院的 代表 說 你這個 會有 文化市場 相認 會 我想 文化市場 是立法院 我想 立法院 應該是 包括 總統府 包括 總統府 總統府 他們 都是 像總統府 還 有 多 專門 或是 所以我想 我不是很麻煩 只要你按照程序 做 我想越來越未來 那就是說 你們如果是涉及到 普及本體 好 尤其這個外觀 一些不修善 或是 通報大家 幫你們 求訓一下 那請問 一日都沒有 好 桌上有兩張這個案子 一個是古蹟的 一個是 立正的麻煩到十一幾天 給我們有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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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我們中有出席委員18人 出席委員有兩人同意 16人不同意 未達出席委員過半 所以這個案子不同意指定為直家市市定附近 那有關立件的部分有18人出席 17人同意 1人不同意 那這個案子未達出席委員過半 所以本案決議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好 我們下一案 審議案3 直轄市令附近陳天萊收付及再用計畫審查案 案由直轄市令附近陳天萊附近 收付及再用計畫審查案提起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4條 附近收付及再用辦法第13條辦理 案例情情1 本府於95年12月25日公告指定陳天萊附近 地址為直轄市令附近 地址為大統區匯德節七十三號 辦理情形2 本案修付及再用計畫由本局委託區域建建築知事務所辦 本局於109年7月31日召開期初審查會議 區域建建築知事務所續於109年9月22日辦理 修付及再用計畫說明會 本局於109年11月4日12月10日召開期中審查局布審會議 本局於1110年1月29日召開期末審查會議 原則同意審查通過 本案去提送本審議會審查 那這個是陳天萊故居95年的公告 那這是地籍地形圖的部分 那藍色的部分是古蹟建築本體 那紅色虛線的部分就是地圖土地範圍 那藍色後方的這塊白色部分呢就是庭園的部分 那這塊也是庭園內側 那這邊現在是人行道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建物照片 那這一張是在前面大樓還沒蓋起來 還可以平視那個古蹟本體的部分 那左邊這一棟大樓是之前的錦記查行的George 那現在這是現況照片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古蹟建築本體的貝利面照 那這是後方南側庭園的講官的部分 然後這是建物的那個室內照片 那這是一樓的窗塘 那這是二樓的貴賓室的部分 那這個是三樓頭塘 跟這邊是二樓的會客廳 本案提起本審議會審議 並因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那我們這邊有建築士要做指報部分 各位評審委員 我是本案的負責的調查研究的主持人 許玉健 那首先是文化資產的價值評估 那前這一段有古蹟指令旅遊 有以下這個新聞查參 這個三個指令旅遊 那我們就經過一些調查以後 我們有個新的一些資料 所以就依這個 國發資產的價值評估 增列一些建議 這三個標準就是高度歷史 藝術或科學價值 或表現時代的營造技術 或稀少性 不宜在現在 那有關歷史跟價值面向 因為陳太太先生是 期末到日治時期的 抬茶這個推動的重要角度 他曾經當過全台灣的茶葉工會的理事長 然後而且跟日本政府協商 那個減免茶稅 拓展這個海外通路 是我們的發展推手 它有一個重要性 第二個 他這個所在的地方 貴德街這個位置 其實是清末到日治時代 茶行、洋樓、街 他這條街很重要 所以因此他的故蹟 當初正面是在貴德街 所以他的具體的表徵 從大稻埕這個區域 從清代的傳統 四節轉化為歐風的淨災街區 因為他蓋好以後 旁邊有非常多東西 做歐風淨災街區的建築 所以在台灣的都市發展史上 具有高度的歷史意義 同時建築本體 呈現1920年代歐風的洋樓 多元化的造勢 尤其是正地面進口的瓷磚 地面也不進口瓷磚 木座市 四面天畫跟牆壁 而且他有樓梯 非常的精緻 還有畫紋鏡面 鑄銅五金歐風針具等等 這些都是高度的工藝價值 當初 所以第二個是各時代 營造技術流派 因為1920年引進 當初引進是鋼筋混凝土結構 同時還加上大正時期的清水紅磚沉重系統 而且屋頂是傳統的閩南式的木構系統 所以這個是一個融合的 就是台灣在傳統構築 在這個時代跟近代外來技術融合 是一個時代特色 第三個具蓄燒性 因為它的空間格局 它是兩盡一層的融合 而且它兩者共同圍縮 具有風水意義的 蔣山水池庭園 它重點是 除了一個跟孤寫農宅有點不同的是 它的後面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庭園 而且用蔣山來形作風水的意義 那在現存的大稻埕事件裡面 是唯一兼具洋樓跟庭園的好底 具有稀少性 那同時它是目前的狀況 還存留非常多的家具 燈具 而且是這個壁面標課 當初有城市家人裡面所採購的 花鳥畫作書法等等 會客是現在目前的古董玩物 所以整體來講 它很真實的體現 當初富商特殊的生活情境文化品味 所以它是非常完整 這樣不易再現 那保存範圍建議呢 古蹟本體我們建議 這個 目前這個黃色的部分 就是建築物洋樓本體 那這個地方就有蔣山 那這個地方也有蔣山 可是這個地方的蔣山已經一濕 因為這個興建比例大流的關係 可是這個仍然現存 另外就是它這邊有個葫蘆形的一個水池 根據我們的考證 認為它具有風水的意義 那左青龍又白虎 那同時它以前有一個 招待這個外賓的一個一樓的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 這個也是 那麼它整體形成一個風水的一個空間 那麼根據我們的理解 它這棟洋樓不只是居住而已 其實它接待非常多日本的達官貴人 或者是跟其他的富商 在這個地方 這個庭園裡面經常有一些品茶 遊藝活動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接待外賓 一樓的位置是接待外賓的 那二樓的會合也是接待外賓的 所以它應該這樣看起來 就是說居住的這個本體跟這個庭園 其實相對的都重要 那問題是這個庭園目前呢 這個意思 這個假設不見 所以因此它通水的意義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 這個藍色的部分 可以考慮列為再利用必要設施 就算它不是鼓勵本體 可是它是再利用必要設施這個角度 那如果這個 這個能夠重新做一部分起來的話 會有價值 所以我分成建議是鼓勵本體範圍在這裡 再利用必要設施是發生這個 那目的是建議在這個區域 那歷史研究成果 我就大略略過去 就是當初 它的新建的 教師是誰呢 就是過去那個日日新報 日本時代 就是說叫陳烏九師 我們根據訪談陳世家人的後人 他們說叫阿高塞 阿高塞的話 有人把它寫成黑狗的狗 但事實上是陳烏九 而且他說包辦茶葉人家 五如陳天烂師之家等也 也見這個 所以都是阿高塞做的 來 那陳天烂父親是陳哲樹充 從夏門過來 是追隨李琛琛先生過來的 那他的過程 那當然他的父親 對於陳天烂先生能推動茶葉 能夠形成一代的代表流動 跟他父親的背景也有關係 因為他們 他父親也常在擔任副組合長 擔任保證等等 陳哲樹的發展 那陳哲樹的發展 當初陳哲樹跟李琛琛 他們登記的那個店舖 都在一起 在鄰居李琛琛的卡丹 那 呼機興建前的樣貌 其實他們興建之前 他們呼機的位置在這裡 他們在興建之前 就已經有房子了 那麼他們只是把這個房子 接收以後就把它 重新興建下的目前狀況 所以可見 當初這條是貴德姐 很小的一條,但是這臨近都是變成新的鴨鵝 我們用照片來看,當初就有房子 這個當初已經建好,建好從空照著來看 這個葫蘆形成員存在,這種人存在 另外他們的土地是跟板橋的一家共和 我們調查當初的資料 這位是陳天然,這是林雄真,他轉移鼓勵給他 建築特色就是他平面格局就是凹字型的一個 這個平面格局 有一個退凹,這個就會有風吹唱歌 後面這個是平面,前面是正面 他經常在大廳裡面 舉行儀儀點,就是節慶,婚上喜慶 就在那邊舉行 陳世純曾經在裡面舉辦過的上禮 那像二樓有一個叫做南客廳 就是接待貴賓的,目前現存還是非常多 古董家,文物在這個裡面 接待貴賓 那這是二樓陽台非常重要 那三樓就是公馬廳,就是算他們住房 那他們的屋頂層也很有特色 當初在屋頂有記載,他們遠看淡水河那邊 一望無際,是非常好的一個景色 前面都是矮房子 那他們在中秋賞樂會坐在這個華樓上面 像這個來這邊賞樂 那建築修復原則,請問委員查三 就是我們他的建築結構 我們要不同的建築結構 那北側的甲山 就是剛剛講,旁邊那個青龍邊的甲山已經不見了 我們介意是不是能夠採現代工法呢 再現這個,但它不列為古籍本體 那甲山修復原則,現況有一些難測試真的甲山 那跟隔壁有這個滲水的問題 所以我們建議,手工採現一些捧供的 沒有捧供的就留著 那替回去的時候,這邊做隔斷防水河 那這個是,來,有了 那這個厚洞的建議 就是說,四字地圍再利用標誌從玉局部重建,來 那麼就是各修復原則,我也查三 我們都有研究了 那這個因為太詳細了,結果不好講 來,來 那簡易搶救就是說,目前滲水 所以它屋頂嚴重滲水 是不是在屋頂,在還沒有修復之前 先做一個防水的一個簡易的做法,來 第二個就是,民主甲山目前有風景 所以另外就是,這個分植山